由台湾世卫光讯科技集团自制的地方节目台中大未来 探讨的议题十分广泛 颇受各界好评 台中市长林佳龙就职满两周年前戏 特别邀请林市长前来上节目 他说经过两年努力 台中正在改变 而他规划的各项愿景也正一一实现中 希望竹巢隐奉 有信心带领市民 打造台中成为幸福城市生活首都 台中市长林佳龙细细说明上任以来 市府团队在市政建设上所做的努力 正着他就职两周年前戏 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是特别邀请到市长林佳龙 来到台中大未来的节目现场 畅谈台中这两年的改变 台中的改变已经开始 而且开始有一些成果 不过我们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比较大的改变大概治安 还有旧城区的再生 跟比较偏远地区的照顾 那我们还需要改善包括空气污染 还有交通的问题 我们很谢谢市长今天力领台数科来 谈讨未来的大未来跟播化 那我相信台数科也是其中一员 在市政府未来的市政里面呢 我们不会缺席 对民众的福利或者是民众需要的软体内容 我们也会加强努力 除了拉近城乡差距 治安改善以及社会福利上 林佳龙跟他的市府团队都兢兢业业 交出不错的成绩单 对于各界关心的2018世界花博 以及2019的东亚清澳等进度规划 市长林佳龙也一一报告 经过两年看到台中已经逐渐改变 不过对于未来林佳龙人士深自期许 未来大概就是一个是硬底子嘛 一个是软实力 硬底子我是觉得大概交通的建设 比如大台中三首线 还有我们的双港计划 跟三个复读新的建设 那软实力呢 我们希望达到台中成为一个 盛会城市 就是充满了文化教育跟艺术 还有运动 一个非常活泼 谁来到这个城市 都可以享受这个城市 不只是好的天气跟人情味 最重要的是呢 有非常好的艺文活动可以参加 林佳龙市长看看而谈 现场气氛轻松 想了解林市长对于大台中的市政推动 以及未来蓝图的破话 就请大台中地区的观众 密切锁定20频道 以及冠军频道的台中大未来 在初风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